闺蜜和男朋友吵架 把买给他男朋友的水果给我吃 我说 不给男朋友留点啊 他说 给狗吃都不给他留 老师给我打电话 你家孩子是不是朝廷剧看多了 第一天点名 孩子给我打电话 孩子直接打奴才在 新婚之夜过后 小王问妻子 满足吧 妻子说 你就像那把宝刀 小王笑了 赞养我很不错吧 妻子回答 好快好快 几天没吃肉了 回家老妈说今晚开婚 跑到饭桌一看全是素菜 我问 老妈肉呢 老妈肉呢 肉 土豆丝 中油炒的 中油炒的 一兄弟被抓了 我去保人 警察说 警察说 谁洗澡在大马路上洗啊 还跟在洒水车后边 他拿不开气 对 哎呀 我命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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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unciona